周湯豪将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 这同时要兼顾众多副业时间几乎被工作填满 同时也有读者向本刊透露 周湯豪已经开始悄悄独立制产了 消息透露 周湯豪选择内湖屈心腹界的元大军品 根据网路公开消息 该处近案一瓶要价近百万 计算周湯豪近80瓶的大小 大概付出8000万元台币左右 诶,这么大手比利难不成好事将近 提及周湯豪自然离不开与他的前卫妈妈比利姐 2007年比利离缓08I 周湯豪为照顾一度放下工作 陪伴母亲长达两年时间 过着白天录音晚上睡病床旁的生活 甚至有专辑就在台大医院内完成的 我其实不担心自己 我就看她一个人坐在那个开刀房外面 我一直担心她 我不知道她怎么可以撑过 四天我做了三个手术 比利享受周湯豪的孝心 同时也不担心她婚后离开自己 因为比利认为如果周湯豪结了婚 就该有自己的家庭 母子假日能够一起吃饭就很满足 其实算算周湯豪的新距离 比利家也经有20分钟车程 身为资深妈宝 随时能够照顾妈妈是一定要的啦 除了母子各自有空间 一则新闻或许也成为周湯豪买房的原因 2022年时周湯豪在北市敦化南路的工作室 晚上不时传出音乐声和震动被曝扰铃 当时周湯豪为此透过经纪人回应 身为负责人深感抱歉 影响到别人会改进 以后改到下班乡空城的那壶炒就没问题啦 犯奖 本刊曾拍到女团HUR的C Harley黄金工作室 待了8个小时到早上而传出花边 不只是HUR的C Harley 本刊更值其周湯豪单独在郑云灿的座驾兜风 轮流共系一支电子烟 尤其郑云赛还穿过周湯豪牌子的衣服 大方分享看他演唱会的画面 甚至还可以跟他妈比里同居 不知跟买房是不是有关系呢 至于事业方面 周湯豪出来闯荡后 从专辑计划设计MV与造型 都是亲自抄到子行而视觉 模特儿舞者服装周堆商品 舞台设计演唱会影片等等 他都有份 哇我念都这么累了周湯豪想必更累吧 肝心状况他则借此使用我很忙之术 强调自己单身忙到没有时间跟人交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